Hello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Cleo 今天是给大家来拍Tom Ford他们前段时间刚刚新出的这个新的颜色 四色眼影盘的新的颜色 它这个颜色叫Body Heat 很多人其实在留言的时候告诉我说很想看他们这一盘的试色 所以我今天就把这盘买回来给大家试试看它到底好不好用 我在店里看的时候它这一盘其实全部都是一个珠光带珠光的颜色 没有一个雾面色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它这些珠光色到底适不适合像我们这种双眼皮比较小的女生 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四个颜色 四个颜色总体来说还算是比较红棕系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从这个灯光中看出来它是没有一个雾面色的 全部都是这种细闪的珠光色 这颜色简直就是梦幻色,非常的漂亮 但是我觉得后面这两个颜色有点相像哦 这个颜色稍微偏棕灰 然后这个是稍微棕红一点的掉在里面的 但是总体来说这两颜色蛮像的 这四个颜色上在手上大家刚才也看到非常的流畅 粉质非常细腻细滑非常干净 很多眼影盘在上手做swatch的时候它会堆积一块一块 但是汤富他们家的眼影盘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 一笔下去非常的干净利落 这也是我非常喜欢他们家粉质的一点 OK那我们就非话不多说直接进入眼妆的部分 汤富他们家这些眼影盘其实蛮好画的 你只要根据他们这一系列的配色来画出眼妆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自己去搭配 第一个颜色我要用这个白金的香槟色 它的珠光真的好漂亮 它的水光感就直接跑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直接用手来画它的话 它出来的效果还是同样的只画在眼窝 天呐用手用刷子画出来都非常的好看 这个微光色它真的上在眼睛上 能够瞬间让你的眼睛看起来水灵灵的感觉 然后第二步用这个橘调的红棕色 从眼尾开始直接画满整个眼窝 它上色力还蛮强的哦 我只是轻轻的粘了一下它而已 大家注意一下这盐子也是有珠光颗粒在里面的 但它的珠光不是大颗粒是蛮小的细颗粒 最后一个我们用这个生灰调 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红掉有点被盖掉了 所以要重新加回去 最后一步用这个白金的香槟色打在眼中 现在眼睛看得起怪怪的 因为还没有画好睫毛和眼线 那我就先去把睫毛和眼线画完 回来再跟大家说一下我对这盘的感受 OK我画完所有的眼妆了 现在给大家凑近看一下 画完整个眼妆以后 它是这样子的 跟大家说说我对这盘总体的感受吧 我觉得它这盘配的颜色没有特别的得我的心 这盘它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呢就是它画出来的眼妆 不适合我们日常用的 它比较深那种舞台妆 这盘最大的问题是它每一个颜色都是带那种小颗粒的珠光的 这种小颗粒虽然就是很好看 非常闪很有水光感 但是当你把四个有同样效果的那种珠光色上在眼睛上的时候 你会觉得有点too much 你会感觉那眼妆就是到处都是珠光 没有一个雾面色或者是稍微偏雾面一点的颜色 来平衡这些小珠光色 所以这一点是这盘当中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缺点 它不适合日常妆 画出来的眼妆呢我觉得也不是特别惊艳人吧 也就是还可以 就是没有特别让我觉得 哇真的没有这盘不行的感觉 我觉得像我们这种小眼睛眼妆当中要是没有一个雾面色 来平衡这些珠光色的话 会让你眼妆看起来比较廉价比较low 这盘它打造出来的妆感没有给我那种精致高级感 还有一个缺陷就是这盘的颜色 下面这两个颜色实在是太相像了 两个颜色之间是有色差 但是它的色差画在眼睛上以后 几乎是看不怎么出来的 所以我画一个眼妆我只需要用到这三个颜色 或者是这三个颜色就可以了 完全不需要用这两个颜色同时来搭配出一个眼妆 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它有一点 没有特别合理的安排它里面颜色的配色吧 这也是一点我对这盘有点失望的原因 我觉得这盘当中这个橘红色要是变成第三格这个颜色 然后在这一个当中有一个稍微比较雾面一点的颜色 来综合一下整个眼影盘整个眼妆的话 这一盘应该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一盘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Tom Ford他们家的粉质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好 我刚才有拿这盘Body Heat跟Disco Dust 也就是这盘非常非常经典的Tom Ford他们家的盘做了一下对比 我觉得Disco Dust就是Body Heat的完美盘 虽然在颜色当中他们两个还是有一系列的差别 但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它里面的色差其实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Body Heat下面这两个颜色呢 其实都可以被Disco Dust最后这个颜色所代替 然后这个粉调的珠光色跟Body Heat上面这个红色是有点相像的 它里面的这个颜色已经被我用出一个坑了 它是一个看起来雾面但是有一点点非常非常细微的那种光泽感在里面的一个底色 所以说这个偏雾面的底色在这里起到了一个点睛之笔 这个颜色是Body Heat这盘当中没有的 所以我在这里其实不怎么推荐大家去买Body Heat这一盘 如果你真的很喜欢Tom Ford并且手上没有一盘Tom Ford的眼影盘的话 我建议你入手的第一盘就是要去买Disco Dust 如果你是彩妆老鼠的话也是Tom Ford他们家的爱好者可以买这盘来试试看 但是我跟你说的是这盘你不可能每天都会用到的 特别是小眼睛的女生如果你买了这盘你其实是需要搭配其他眼影盘的一些雾面 来搭配这些珠光色来画出一个脸妆的 不然只用这盘脸色来打造出来眼妆的话我觉得没有那么日常 并且真的看起来就是没有那么的精致 OK那以上就是Tom Ford Body Heat这一盘的上脸测试 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